接下來的話 程式的撰寫 這地方要怎麼樣來做 我想以後你要把一個APP寫得又快速 然後又精確的話 其實真的要有一套固定的模式 否則的話 你常常拿人家來改一改 改到哪裡都不知道改什麼 而且每一個人寫都不一樣 你會發現程式同樣的結果 不一樣的作者寫的程式碼居然是完全都不一樣 風格也完全都不一樣 那你如果沒有自己一套東西 你最後會不知道到底在寫什麼 你看越多書你又越頭痛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作者同樣的東西 都給你不一樣的程式碼 那你到底要哪一種 所以最重要你要知道說你自己的習慣 還有你寫作流程有沒有一個固定的SEO 那所以這個SOP 像我自己就會有一個固定的SOP 就比如說第一個 畫面上看到什麼 那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剛剛講嘛 有四個元件我會用到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要怎麼樣 有物件宣告就會有連結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MVC的架構 它的View在上面 它的Control在後面 就是用Activity去做Control 它有一個MVC的架構 所以你必須要什麼呢 FindView把ID去把它怎麼樣找到之後 才可以控制它 那控制之後的話呢 你才再建立所有的事件 所以我一般講起來就是會有三個流程 這個應該90%以上的Apple 就這樣做基本上都不會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有一些便利 比如說你這邊按一個Check它之後的話 這邊要建一個事件 再按一下這個也要建一個事件 可是你會發現呢 這三個即時它有共通點 什麼共通點呢 就是會顯示在下方 所以如果你建立三個獨立的事件的話 會發現一些問題 你層次很難寫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建議什麼 把這邊寫成共用事件 共用事件 我在那個上個禮拜 好像上上禮拜上禮拜 有講到 就Button有好多種寫法 我們有這麼多Button 那你可以獨立事件 獨立事件就是 先寫一個之後Copy 然後再改它的那個物件名稱 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就是所謂的共用事件 那共用事件用在Checkbox 尤其適用 為什麼呢 因為呢它是屬於多選的 如果你獨立的話 說真的 這個程式不好寫 那如果說你用共用事件 就非常好寫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碼部分 首先的話第一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 反正最好這樣 直覺的 首先的話呢 我想宣告物件這個也是 已經變成公式了 那有三個嘛 那我就宣告三個 CB1 CB2 CB3 然後T01 對不對 分別就是這個嘛 這三個就是這三個 這樣很清楚 OK 第一個的話 那連結的話 也是這三個連結 所以上面的名稱 小寫 那我物件名稱故意用大寫 反正兩個做區隔一下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要建立事件 那建立事件 我前面講過 我們可以個別事件 那個別事件的寫法 我想各位應該已經很熟悉了 就是建立個別 我這底下已經寫好一個共用事件 那如果個別事件 各位應該還有印象吧 比如說CB1 點 你直接set什麼 setO 直接打一個setO 讓它呢 它會跳出來 這個 這個環境 那邊有提示出來 OK 那沒關係 很奇怪 這個環境 好 那 這環境有點問題 不過沒有關係 我先用這個 程式碼這個地方來比 可不可以看一下 CB1 如果你點setOnClick 那這邊特別注意呢 我們前面的Button 是setOnClick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它是一個checkbox 所以它的事件 是叫什麼呢 CheckChange CheckChange 那這裡的話呢 如果要產生一個Listener的話 原來是在這裡面怎麼樣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 其實就寫在下面 New一個 在Tripbox上面呢 產生一個OnTrickChange的Listener 不過呢 因為這三個 我都會用到一樣的這個Listener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共用的 也就是說 當我 Check的時候呢 我還是跑什麼 跑一樣的這個TripListener 所以呢 跑程式都會跑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寫法的話呢 你就不需要寫三個獨立的這個Listener 你就寫一個 名稱叫什麼 MyListener 那怎麼樣可以建立一個共用世界 那前面有大概講過 特別注意喔 請你注意一下這個大瓜糊 這個大瓜糊喔 是Uncreate的大瓜糊 所以你一定要務必有沒有 你這邊有不要點一下在Uncreate這裡 等一下 它會有不要在這裡 你請你喔 務必不要把那個喔 共用事件的方法 共用事件呢 寫在Uncreate的方法裡面喔 寫在裡面就有錯 一定要寫在哪裡呢 Uncreate的方法的外面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 上上禮拜好像有同學 就寫在裡面就產生錯誤喔 這地方第一個是寫在外面 那第二個的話 它要怎麼樣產生這個共用事件喔 再來的話呢 我們在前面呢 就宣告它是一個什麼 CheckBox的On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後面這個New 其實這個On 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On CheckChangeListener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Copy下來 在這邊打一個 CheckBox店 On CheckChangeListener 那這個Listener的名稱呢 剛好就是上面的名稱 後面的話呢 等於什麼 New一個 就是要把前面這個 怎麼樣呢 再Copy貼到後面來 然後呢 特別注意呢 就加一個什麼 小瓜糊 這個小瓜糊呢 就是Listener的小瓜糊 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一個什麼 再加上一個大瓜糊 我把這個地方喔 再Listener過一次給各位看 那它的結構呢 產生共用事件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就是小瓜糊 大瓜糊 再加一個分號 那前面因為呢 我們有個後瓜糊 所以會在後面加一個 那這邊的話 因為沒有後瓜糊 所以你的結果一定是小瓜糊 大瓜糊 一個分號 這個時候呢 游標放在上面的時候呢 就會有個新增未時數的方法 你就在這個地方把它點下去 這樣的話 你就把程式寫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Listener 我們就可以買Listener 就產生一個共用的事件 那這個裡面的程式碼 我們來看一下 總共有這些啦 其實這個是我寫 應該還可以再更精簡一點 就是呢 我的邏輯是這樣 第一個 我先記錄總共有幾個項目 就是我勾了幾個 預設是0嘛 對不對 所以建立一個int 這個有點像count 再來的話呢 選取的內容 這內容的話 就是我新增一個叫select的一個stream 預設值給它公式串 然後呢再加三個 一個se到s3 那單選 如果有勾的話 se就是籃球 如果沒有勾選的話 就沒有 那2跟31是被推 那首先的話怎麼判斷呢 因為我有三個checkbox 所以分別去做if cb1 是不是有check的話 判斷是這樣 is checked 就是有打勾 如果呢 有打勾它回傳true嘛 對不對 如果是true的話 那我n怎麼樣呢 加加 就累加一次 然後呢 s1呢 就給一個等於籃球 反制的話呢 不加 而且呢 s1等於空置串 那一樣的程式碼 類似的程式碼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copy 把它這個地方 再貼上去 這個地方 不過特別要記得要改正確 這邊就改成check 好 因為去更改 去檢查一下 第二個check有沒有 籃球部分有沒有勾選 那一樣的方式 再來就判斷棒球 那最後的話呢 才是什麼 輸出到那個t01 就是底下的那個testview 輸出到這個底下 所以check 先檢查一下 有打勾 籃球有 然後呢n++ 就累加一次 往下往下往下 然後最後輸出的話呢 就把這三個 123加起來 如果都沒有的話呢 就slide就空置串 所以這邊的話 把結果輸出的話 最喜歡的籃球 有加上勾選的項目 總共有n項 那n的話呢 就是我們有累加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check等一下有沒有 欸 籃球足球打勾 共兩項 欸籃球有一項 對不對 欸全部沒有 共了一項 那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完成這個簡單的app 這個叫checkbox 如果你checkbox 這一題能夠很快速的把它做出來 以後只要做到checkbox 你就可以很快知道怎麼做 OK 所以標準流程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試看喔 第一個 請把畫面先做出來 第二個呢 把程式部分的撰寫上去 那比較會有問題 應該是在哪裡 公共事件的地方 OK 那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在uncreate方法的外面 這個我想看太多同學有出錯了 那這個參考程式碼的話 我也已經放在這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LUMOR裡面 在第五張裡面的那個 有一個是check 第五張CH05的checkbox 程式設計裡面 那你可以把這個程式碼下載下來 再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好 可以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